9月22日晚,安地斯文明展山音之子在山西博物院开展 该展汇聚了秘禄11家博物馆收藏的历年重要考古出土文物 多达157建筑,包括青铜器、金器和陶器,还有南美的木乃伊等 系统展现安地斯文明的发展历程 当天,在安地斯文明展现场,从事安地斯考古研究30多年的美籍日裔学者岛田泉正在给市民讲解文物历史 首先是想要表达的是安地斯的古代的人民 在最初的时候他们是如何面对大自然,然后如何面临挑战 然后如何去努力去改善他们的这个生活,对经历了怎样的挑战 其次,安地斯文明和这个世界上其他的文明摇篮不同的一点是 第一,它没有文字,第二,它没有货币市场,货币交通 那对于其他的文明来说,最重要的这两点 它都没有,然而它又是如何发展的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希望向观众介绍的 安地斯文明虽没有文字和车轮 但雄伟的马丘比丘宫殿建筑 壮美的库斯科古城 神秘的纳斯卡地画 以及绚丽的纺织品 多彩的陶器和精致的金银制品等 处处闪耀着古人智慧的光芒 岛田泉表示 起初学习安地斯文明的时候很难理解 较知其他文明,安地斯文明较为神秘 比如说在对安地斯文明来讲 他可能对于一些东西的测量方式和我们其他不太一样 那比如说他没有对于有一些计算方式没有那么的精确 比如说他关于一个人 他不像我们会说他几岁了 然后一年一年的不按时间这样算 他会更注重于这个人你有多强壮 以及你对你的家庭责任 是不是有能力分担更多的家庭责任 来判断你是不是有能力结婚组建家庭 所以一些思维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此次安地斯文明展是目前中国国内展出的最系统 规模最大的安地斯文明展 到晚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山西博物院建管百年 山西博物院举办了系列活动 包括三大精彩领展开幕 全国博物馆高质量发展论坛和首场博物馆之夜 这应该是我们国内首次大规模的 成系统的引进的南美的安地斯文明展览 这个展览呢主要有一百 将近一百六十件文物 包括青铜器 金器和陶器 甚至于还有南美的木乃伊 应该说呢它历史跨度也非常大 其中的展示了安地斯文明的一些特色 和我们山西中华文明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 我们引进这样一个展览 主要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中外文明的一种 这样一种比较 以至于让大家更好地了解 世界文化一种发展的脉络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